来 时尽上午 店还未开招 亏你还有心思 坐在这里缝衣裳啊 王爷怎么来了 可是来催衣裳的 我的冬衣 是不是就是你手里的这一件啊 可否给我看一下 以我的规矩呢 衣裳在完工之前 是不可以给客人看的 不过王爷想看的话 便看吧 王爷可是不喜欢 以王爷的身份 我本该做一套华服 颜色尽管亮丽强颜 可是我想到王爷 平日行事低调 穿着更是以舒适轻便为主 顾此 我 王爷要是不喜欢 我再改改 我没说不喜欢啊 我只是在想 这套衣服穿在身上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可是要试试 好啊 烦了 我也没事吧 太不小心了 太不小心了 没事 没事 这 这颜色 这款式 王爷若是嫌不够华丽的话 这上面还可以加这个 如果嫌太太大 我可以再改个小的 你是在害怕 怕我不喜欢 是我 你什么样的 你应该是 我是 你共同 的 我 是 你 你 有 你有写 你 我非常喜欢 看得出你用了心思 要是你随意 做一套奢化的异象打发我 那我才真的失望你 谢谢你 霓裳 我爱你喜欢便好 那我抓紧时间将它完工 不急 你尽管慢慢做 反正现在 比冬天还早着呢 你若现在就做完了 我以后还能以什么样的理由来找你呢 霓裳 明日是在下的生辰 你可否赏光来府中一游 也算散散心 既是王爷生辰 那想必是达官显贵 兵棚满座 小女一介伤快 怎好意思前往 我离开京城多年 历年的生辰 也就只有两三友人前来庆贺 回到京城以后 也就只结识你和方世杰 便只想着与你们一同庆贺 你可不要拒绝我 你可不要拒绝我 既如此 那小女子便恭敬不如从命了